莫布我知道呢 Gilbert老師曾經是你的輔導教練 那莫布 美科哥給我們分享 你對於Gilbert老師這種一對一的輔導的看法是什麼 我和Gilbert老師應該認識有差不多11年了 那時候我認識他的時候是2010年吧 那個時候我還是就是在東亞的一個很小的公司 擔任了CVS的這個角色 我當時是資格安排我所在的公司 總經理這種level的管理人員 去參加Gilbert老師的課程 那麼當時在2010年應該來說 中國的這種培訓市場 還是比較剛剛開始發展 所以說我們接受培訓的同事回來就告訴我們 Gilbert老師這個馬來西亞的老師很特別 和國內很多傳統的這種培訓的模式很不一樣 那我就產生了很大的好奇 我問到底老師的教練技術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就很大的好奇 後來2011年的話我調到本部主工作以後 在2012年我就獲得了病神 就有機會能夠去參與到Gilbert老師一系列的課程 那我真正地去體會到老師上課的邏輯 就像剛才我們說到的這個一對一 它是怎麼去開展對管理人員的一樣的 那麼在整個學習完教練技術課程以後 我們也會按照Gilbert老師傳授的這種教練技術的模式 去輔導有潛力的下屬 我們每個人面對的下屬很多 我只能去挑一些比較有high potential 或者是有更高發展潛力的下屬 去幫助他們在過程當中去分析他們的優點 了解他們的不足 去幫助他們形成一個改進計劃 制定相應的培養目標 還有重點關注他培養的內容 也是通過說我們在職 all the job training 還有自學 還有workshop 還有一些任務指派等等方式 在培訓總結過後 我的下屬能夠有很有效的 這個技巧方面的改進和提升 那麼關於我本人的話呢 也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上也是受益良多 就包括說老師對我性格方面的指導啊 包括說我整個人性格的調整啊 他都給了我很多的建議 我跟他的話 更多的是像朋友一樣的一個交流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建立了很深厚的一種信任的關係 我在工作當中有一些困惑 或者是我需要有人去幫助我 答應結婚的時候 我第一個我就會想到是劉沛老師 如果他不在國內的話 我就會給他留言 我就會跟他分享說啊 我最近遇到哪些 困惑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他通常他就會問 不過問我這些問題 然後到我自己去給出一些答案 然後他再去幫我分析一些答案 就是說整個過程當中 就給我建立了一個 怎麼去面對問題 怎麼去處理問題 怎麼去讓這個問題 有效地解決這個路徑 我覺得對我本人的幫助是非常的大的 就是說沒有辦法改變別人的時候 你最應該的是去改變你自己的心態 和你處理問題的方式 後來我在他來我們這裡上課的一個 我在開班講話的時候 我就曾經跟我的同事們分享到這個場景 後來我們的劉沛老師他怎麼講 啊?有這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我說因為你說出來的話 往往是被別人記得的 對這個就是我的一些經歷吧 阿樂 阿樂 早 crafting 邀請你